接着看到全台最速男杨俊翰 昨天晚上在世大运男子田径100公尺决赛中 是冲出了10秒22的好成绩 勇夺金牌 而这样的成绩不仅是创下他个人最佳记录 同时也是中华队在世大运史上第一面男子短跑金牌 而男子200公尺短跑预赛 今天上午也跑出了21秒09的佳鸡 以分组第一晋级 而决赛也将会在明天晚间进行 瞄准他个人在本届世大运的第二面金牌 直线加速把其他选手抛在脑后 短跑选手杨俊翰冲过终点线 夺下世大运男子田径100公尺冠军 现场观众情绪沸腾嗨到最高点 按捺不住情绪起力替杨俊翰欢呼 因为这不仅是他个人金牌 更是台湾在世大运创办的58年来 第一面男子短跑金牌 赛后记者会上和母亲紧紧拥抱又开心又激动 不负全台最速男的称号 杨俊翰先是在复赛标出10秒31的好成绩 以分组第二的姿态顺利晋级 更在决赛跑出10秒22的夹击用夺金牌 跟以前一样就是冲线的那一刻看到秒数 然后在检数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最激动的 顺利摘金杨俊翰坦也很兴奋 但在准决赛和决赛中等待的过程也很煎熬 一举的决赛冲出10秒22的夹击击退各国好手 更是世大运第一位在100公尺男子赛夺金的 亚洲田径选手 标迫个人最佳杨俊翰在世大运的表现 已经在田径国际赛场上立下全新里程碑 解台北综合报道